对于内地房地产股的看法呢,我个人来讲就是长远也是看好的,不过就是过去大概半年以来呢,我是对于房地产股没有一个太正面的看法,主要就是因为对于一些就是正这个公干比率比较高的,就是贷款贷的比较多的一些的房地产公司呢,肯定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呢,因为就是未来他们贷款的能力, 还有贷款的成本呢,肯定就是能力越低,就是成本越高,这个不便的道理,不过从第一季很多的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的这个数据来讲,其实是还是蛮不错的,也有一些的增长,不过就是因为过去一个月,个别的一些房地产公司也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, 因此呢,就是在这个短期内,我市场就是相信,之前已经人民银行已经加了传肯金准备率,在未来短期之内呢,肯定就是会这个再往上调这个利率了,因此对于那地方地产股,在未来一两个星期,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些的回吐整股的空间。